路透社记者阿布都拉和来自法新社跟半岛电视台的同事们 10月13日为了捕捉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的画面 从黎巴嫩的方向拍摄乙军炮击阵地 现场没有记者预料到这会是阿布都拉生前拍下的最后画面 而其他六名记者也都遭炮弹击伤 不到一分钟内第二发炮弹落在半岛电视台记者的车上 虽然在事发当下就已经有诸多迹象显示这是乙军所进行的攻击 但直至今日以色列人未公开承认他们在这起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因此路透基法新社跟人权观察和人权特赦组织一同召开记者会 分享了他们各自的调查报告 在事发现场的记者们一再强调 他们在被炸前已经在空旷地区停留超过45分钟 而且每位记者都身穿记者专用的防弹背心 而路特社委托第三方研究组织调查的结果得出了三样结论 其中记者群的弹药与乙军战车弹药相符 而透过影片录下的音量可以分析出两发炮弹都是由同一个方向射出 同时从另一边测录到的第一发击中记者的炮弹画面里 研究团队也用三角定位的方式粗略估计出了炮弹位置 而这个位置是属于以色列的边境内 美国持续呼吁以色列尽快公开调查结果 而当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被问到对这次各单位的调查结果看法时 只说不清楚这些报告内容 并强调以色列绝对不会针对平民攻击 欢宇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